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鑑於意大利的防控經驗嚴重失敗 英國首相約翰遜決定及時轉軚 由消極不作為變成積極有為 不再採取群體免疫法 假如群體免疫法成功 意大利就不會搞成今天這樣 在星期五時英國政府宣布 在全國範圍內所有餐廳、戲院、酒吧、咖啡店 和健身室等娛樂場所立即停業 而且每個月會重新審視政策 即是無了期關閉 實情這類行政措施是做得相當好 香港也應該要學習 你一定要強制這類娛樂場所全線關閉 使得所有人沒有聚焦點 那他自然就不會出街聚集 難道在街上游離浪蕩 什麼把鬼 此外由於大部分學生已經停貨 英國政府針對七類工種工作人員 特許他們的子女可以繼續上班 包括教師、醫護、警察、製造業員工、金融機構員工和記者等等 就說要為了分擔他們的後顧之憂 我相信這些學校都演變成為一個託兒所的形式 回去就不是真的上課 只不過是使得那些員工不需要擔心自己的子女獨留在家裡 英國財政大臣辛偉誠真厲害 大都闊苦地宣佈了補就業的措施 他就說只要那些企業願意重新聘用 遭到炒友的員工 並且補發這段期間的薪水的話 英國政府就會補助每位員工的八成人工 每人每月最多給2,500英鎊的企業 給他們出糧 財政部就說這項計劃並沒有上限 經濟學家就估計可能最終要花780億的英鎊 每個月2,500英鎊折合大概港幣是2萬2千元左右 就比香港派錢多了 而且實際上是多 既補就業又補薪 這不是停薪留職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其實我在一月份已經提出過相同的建議 我就叫特區政府 你既然面對著這個世紀疫情 麻煩你首先要做的 就是實施這個全面封關 是說人流不是貨流 是針對非香港的居民 你禁止所有這類人的入境 保留香港人出入境的權利 沒有問題 但是當香港人入境以後 麻煩你叫他去酒店或者中心 睡14天才出來社區 這個就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全香港停工14天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是提出過這件事的 就叫特區政府補貼人工 補貼企業的租金 那你就絕對有這樣的資源去做 那你就不用整個社會都停擺 14天 沒有問題 特區政府有46,000億 即是4.6兆的財政儲備 加外匯儲備 你現在又說戰時狀態了 陳肇始局長 戰時狀態你都不用 那些錢你什麼時候用 放在歐洲嗎 是不是 當然不是叫你派錢 而是你幫市民出糧 幫企業交租 整個社會要停擺 等到所有需要發作的人發出來 那你就才繼續運作 你又從源頭倒截外來輸入的個案 又可以斬斷社區傳播鏈 你一定要全人類去停擺才行 有些人現在又繼續上班 有些人又繼續去VVVV 又去郊區交遊 有些人去飲飲食食 有些人去婚宴 有些人去避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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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遍 在過去的大半年你什麼都做得出 又引用陳年的條例 緊急法 一會兒又說要恐嚇市民要斷網 那時候這麼積極 那你現在為什麼這麼消極呢 你做這些事情不需要請示北京 關閉餐館 關閉娛樂場所 都要請示北京嗎 你都愚蠢 沒有人相信 你是廢柴告訴你 你是專門向香港市民作對 整天踢十腳你才動一腳 就是你特區政府那些領導層 英國政府採取這個幫企業員工出糧的措施 是做得非常之好 你特區政府應該去學 首先來說 他就急市民所急 想市民所想 他就使得那些市民不需要騰 怕自己失業了 怕自己失業等等 現在既保住你的工作 保住你的職位 又保住你的薪金 又保住你的薪金 那你說是不是很好呢 等到英國人可以留在家裡 專心配合政府的防控工作 就算約翰遜說要關閉所有娛樂場所 那些人都沒得了 因為政府幫你出糧 第二件事就是 他有助於減輕疫情為經濟帶來的衝擊和損失 他就保住員工就業之餘 還保住那間企業等到他不要倒閉 一旦出現大規模倒閉 出現失業潮的時候 就算到了疫情結束之後 都需要一段非常長的時間來恢復 現在就把企業保住 把員工的就業保住 來買時間 以英國政府的財力 頂三幾個月簡直不成問題 以特區政府的財力 頂一年半載都可以 頂兩三年都可以 你不做 第三件事就是 這樣採取主動有為措施 其實就是重建得到英國國民的信心 當初你搞了一團糟 很多人對英國政府就已經產生了不信任 現在你突然之間變得積極有為 你就使得市民有這個決心 我相信你英國政府 是有這個能力來戰勝疫情 所以你這些措施是做得非常好的 不過特區政府仍然是後知後覺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 今天就在電台節目上提到 說香港的個案數字 在未來這個週末 可能會再創新高 形容現在就已經是最高風險 最危險的轉捩點 他就呼籲市民要自律減少非必要的外出 這是多餘的 如果市民靠自律是可以 就不需要法律 沒用的 告訴你整天靠自律 我不是說不相信香港人的質素 而是就算香港人有九成九字律都沒有用的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害群之馬 就可以造成社區傳播 大家可以看看 最近回來的那些留學生 都很離譜的很多都是 就算帶了電子手帶 他們就整天想盡辦法 去剝下電子手帶 然後就繼續到處吃東西 不止昨天那四個 最近在instagram上面 因為那些青年很喜歡用instagram 這個社交平台 就喜歡那些所謂限時的動態 即是story 現在又被人發現得更多 那些帶著電子手帶的人 周圍爛 周圍又去吃什麼 魚蛋粉 又吃茶餐廳 周圍爛 你特區政府就懂得說到 這套電子手帶的系統 多麼完美 多麼高科技 想請問你那些警察去執法 去上門拘捕這些人沒有 你有資料的 你登記了 下機那一刻 拘捕人沒有 應做你就不去做 全部都不務正業 你那些警察 昨天晚上整群人 去了元朗報房 全副武裝 捉捉那些青年 捉捉那些年輕人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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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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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人位置只是向着同一方向 他又呼吁食店酒吧可以考虑暂停夜市 如果仍然未有改善 特区政府就可以参考英国的做法 下令关闭全港的酒吧、食店、气院、健身室 但特区政府需要同时确保 所有打工仔女的收入达到某一个上限 我觉得他所说的也没错 但有很多其实都已经在做 比如说搬动餐厅里面的桌椅 有个别的连锁餐厅 火窝的都已经在做 你说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善 你看过个案数字就知道是没有 或者他说要叫食店暂停夜市 很多中式酒楼都已经全日关闭 你说有没有改善呢?是没有的 所以你只是靠治律或者减少诱因是没用的 政府要积极有为才行 你要做多些事你不是只限制市民不出街 你在外来的源头也要倒截 是不是要全面封关你? 林郑昨天还说什么人道原因? 你对那些人道是对于我们这七百多万的市民不人道 发你的瘟 是不是? 你不可以这样说这些语言艺术的 人道原因是我们这些不是人吗? 我们这些是什么? 吃香吗? 你真是瘟了 离了大谱 现在梁卓偉教授 你的专家团队叫你去做 这些做不做? 叫你参考英国的做法 我们一月的时候已经说了 整个社会停摆14天 由你特区政府支人工和交租 再加上在源头倒截外来输入的个案 什么都搞定了 只差了你没有这样的决心去做 你就是没有了 你是废材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